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从42页 我们从42页来谈 那在上一堂课 提到了《关里世尊》 叫我们跟弟子们提到 修忍辱、修精进 谈到了这个少欲知主 而且特别强调了这个少欲为因 涅槃为果的这种观念 这可以说 不论在家出家 在佛法的 行持法文上 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 所谓的 这个 支箭的 建立 还有两层 因为 以为在佛法的行持过程当中 假如内心里面没有感受到 有要充分的 离遇的 可能 那个力量 假如那个 张力没有办法被 扩展开来的时候 整个的修道上 是 可以说是 很难有所进步的 重来说 每天在道场里面 或者每天在读诵经典 甚至念佛打坐 假如内心里面 没有一丝丝有 对于离遇的 那个耗耀 整个的修行的力量 就如同缺少了生命力的感觉 举个例子就好比 我们看的人造花 人造花永远看很漂亮很线艳 可是你再怎么看 它永远就是那个样子 它没有生命力的感觉 就是用人造花 那我们在学佛的这个 所谓的下功夫的转折点上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人造花的样子 人造花只是被欣赏 只是在被欣赏 那假如是我们所谓看到的这个真实的花朵 它就是符合于缘起下 一切法能都建立在缘起合合合身 一切都不能够各自独立存在 不论在它的时间下 在它的空间下 在众云人的合合上呢 一切法得以承议 那个整个的修道过程 就是讲的缺少了 缺少了敌遇的那个态度 就好比我们常提到的 世尊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世尊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但是呢 心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就好比以前人家老是给我们的方法 可是心态我们自己决定 那同样的道理 那同样的道理 世尊呢 世尊 给众生 修行的方法 但是呢 心态 心态 当然就由弟子决定 而这个心态 就是离遇 而这个离遇呢 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音 才能够成为 进入到所谓的捏盘 成佛之果味 所以世尊呢 给了我们修行的方法 但是心态呢 当然由我们自己决定 或许我们听了很多的法语 也看了很多的佛教的经论 甚至呢 参与了很多各项的佛教的事业活动 我们参与了这么多的佛法的事业 所以 无非就是要养成 我们在修道观念上 之间上 培养一个正确的态度 而这个态度呢 就是所谓的离遇的态度 那什么叫离遇的态度 我们可以追着问的 那什么叫做 那个离遇的态度 那离遇的态度呢 就来自于一切法在恭敬种群 一个 有恭敬三宝 恭敬于世尊所说的这个方法 愿意去投入 愿意去依教奉行者 他必须去依教奉行者 必须先 破除 我的执著 而在他当他破除我的执著的时候 他的力量是来自于什么 离遇的力量 所以恭敬心是什么来的 离遇 恭敬心是什么养成 我们说一切法在恭敬中求 假如那个恭敬心 你没有办法把它培养起来 换言之 那个离遇的态度呢 还没有建立好 还没有建立好 曾经有一位法师 他以前是在开开车车 开车车 就开车车 后来呢他也就出家啦 出家他也很用功 后来也当了 住持和尚 也在说法 很多信众说 啊!他这个我以前开开车车 我每天都坐过 他也会敢惊 一开始有两种心态 一开始是什么 怎么样 他好可怜 一开始是这样 了不起 撞变 那 同样的一个境界 同样的一个画面 让他看到了 可是那个心态取决于谁 我们的眼见耳闻 心意识所产生的观念 整家人这样 挤到我的钱呢 为aria 也不一开始 在出sell 也许最慢性就来了 那就是没有理喻 如果 嗯 不但 佛法 确实是 这么样的殊胜 可以让一个人 轉变 深入佛法乃至发愿出家 肯定了佛法 攻进离运 所以由此可知 世尊在佛与教经里面 在教界弟子们当中所提到 是有忍辱 慈戒 苦行 少欲知足 这些点点滴滴 都在我们身上 可以说每天都必须碰到 每天都要去反省 我是真的这样在操作 修行的功课吗 我真的每天这样在暗表操课吗 我真的是如实的知见 如实的看到我自己真的 用这种方式在面对学佛的态度吗 如果能够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点点滴滴的去培养 会透过这种少欲 而种下的因 来自成就而过 所以肱敬心 就在 离遇的过程当中 培养起来 因为我们说一接触到佛法 就要我一起恭敬心 这很难的 不过他最终肯定 我为什么要相信 而我为什么又要肯定 这是人之常情 你不能说他 你看一路我们就要求人家要恭敬 基本上很难的 所以在 法在入门的时候呢 以一个有所求的态度入于佛门 跟一个无所求的态度入于佛门 他全然是不同的 可是又有几位是真入佛门 以无所求而入佛门 静心章老有提到 入佛门做什么 他说要来成佛 那必须很肯定 哪里无所求 有所求 那是什么 善法义 何也要入佛门 要成佛而来 所以成佛而来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到 那个成佛之义 我当怎么培养 我如何达到成佛之国 我为 这样的一个养成 所以在上一堂中提到这个 扫育为因 涅槃为果 那接下来 这世尊教我们怎么培养扫育的方法 培养扫育的方法 好 那我们看到42月 接下来是在引导我们如何扫育 好 我们看这个经文 42月这里 他说如得比丘 欲求极尽无为安乐 如果想要获得 这个求就是获得 获得极尽无为安乐 这有三个层次 极尽无为安乐 你必须先有一个极尽 你才能够了解 体会到无为的空性 无为的那个所谓的实相 才能够达到什么安乐 安乐就是什么 不颠倒不惶恐 所以如等比丘想要获得极尽 而所体会到那极尽无为安乐 这有两个层次 这有两个层次 这个事项 事项上好像是远离了一个闹区 事项上好像远离一个闹区 远离什么 远离遛区 这从事项上 那理相呢 你像是在提到 内心的评价 初学者 初学者呢 他必须先从事项上 从事项上 依 依事项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个是呢 我们就把它依静 依远离 依远离闹区的这个环境 依进入离 依进入离 达到心的平静 这个什么叫心的平静 内心最大的平静就是什么 疑狱 所以为什么我们早期的 很多的这个丛与道场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创建在深山 比如说像舞台山 那舞台山真的是 这个高山 像峨眉山 九华山 现在是交通看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 这个抵达 在早期呢 这个 法师们这个 到深山里面用风 都是用左路的 就在比较嬉小的地方 他们就是 依进入离 依进入离 依进 因这个事项远离闹区 所以也因为这种原因 我们称出家修行的地方 方外之死 这个方就是所居住的一个色恶环境 他在这个色恶环境以外 所以他不再闹群 所以这种方外之死 那既然要方外之死好 我们从一境 一事项来谈 一事项来谈什么 既然是方外之死 就怎么样 不参与 禁念的一些 杂碎的活动 比如说 政治 比如说 经济 这一方面呢 就不参与 所以 在唐朝时代的法师呢 都必须要经过 这个升官制度的考试 考试完之后就分配到 一些道场里面 去休息 去休息 那 就不参与 他只要有戒铁 他出家要有杜铁 他杜铁以后要有戒铁 那他就不参与任何的国家正路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远离闹区 离狱 他离狱 那 在闹区里面修行 难免会有比较多的杂碎的事情 让他们这个 在修行用工赏 有比较多的障碍 比较多的杂碎 所以 在原始佛教呢 佛陀一开始这个 对比丘梅的修行就是 再恒河两岸 就脱坡起事 那比丘梅就树下一宵 也不参与任何的国家社会的任何的一些事情 那后来大乘佛法的一个崛起 青年比丘呢 比较有投入到社会的关怀 才慢慢的慢慢的 又多一些转型 那我们在佛语教经里面 我们必须先了解到 这个 世尊呢 他教导弟子呢 其实是要我们一进入的 那发展到禅宗的一个 最巅峰的事情 十字入口也好修行 纵然你身处在云浪区 也不影响你平静的心态 这才是达到最高境界 才是达到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先了解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他说呢 如等比丘 欲求极尽 无为安愣 当离闹区 愧闹这闹区 这个闹区 这个闹区后面可以听清楚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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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闹区 这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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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有声 好 所以这个 他说远离闹区 你听起来 这闹区 有点瘦区 有点瘦区 好 他远离闹区 就从这个 台湾佛教目前的环境 有人就问 其实 对初学者来讲 我们真的都很喜欢 很希望真的住在 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可是目前在台湾的环境 还真的不容易 早期还可以 现在 假如各位有去看那部 台湾这个 拍的这个纪录片 看见台湾 有点鼓励大家去看 那拍的不错 我去看 我才没说我看 我真的去看 真的拍的不错 看到台湾的过去 未来 看到台湾的山林的霉 被破坏 看到 我们的水之源 早期是这么的甜美的河水 地下水 一直到后来的破坏 和环保意识的台高 还是有它的重要性 以前法师们在山上 开发 建造 试验 也是为了修行 那相对的也破坏了山林的霉 造成现在的土石流 堂山堂是都做蜜蜜的 这人都担心 都担心 像我去年 这应该是今年的年初 包括宜蘭的开城市 去跟他们这个拜访 参访 那就 开城市 其实它山不高 它就是应该也盖在这个山坡地 真的是很安静 人烟稀少好休息 可是因为山林有一些破坏了 水土保持 做的并不是很理想 这个 地地被掏空 被掏空 以下大雨 这个 政府就要求他们要撤离 住在这个活动中心 所以那个地方现在不能住 所以他们现在又找了一块地 那个地就在市区了 不得不搬到这个偏地 那个地方是好 可是唯一比较 不圆满的地方 是周围的那些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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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高 大好多的牢 像九一地震之外 好多的道场都真的是 老的牢 所以以前是法师们住身上开坎 住庙修行 现在近几年来屠十六的一个 因为台湾整个的气候 以前平均雨量 这还蛮平均蛮丰富的 整个山林的水土堡 这个含水量是可以被吸收的 那现在是吧 没有效益 就好久没效益 一效益就突然就效益很大 那一下子饱和的时候 这个他没有办法吸收 就怎么样 就倒给你看 就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 近几年来 这样 以前我住的乡下 那个故乡屏洞 以前也很少听到有土石流 居然现在一棒的时候 整个村庄都 都必须要牵住 就是来一乡 我们的故乡最爱来一乡的隔壁 就隔壁这条隔壁而已 其实我们是共用一条 一条 这个所谓的这个 粒粒心 一个叫粒粒心 就是从 那个来一乡下来 那个是来一乡 都倒了 都倒到这样 以前那里哪有什么土石流 原来 建坠各 或者要开路 这个 交通要便利 要开路 就破坏了 就 土石流就来了 不然那里也没什么 用什么样的开发 就是因为开路 就 水土保持就没那么理想 好 所以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 真的要住在安静的地方 所谓的独处 山里间 还得要安全 还得要安全 当然初学者 我们还是鼓励初学者 我觉得最安静的 所谓的安静 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住在深山才叫安静 是在一个有法 有如法运作 有如法在推动佛法推广的一个道场的运用 比如说佛学院 其实在台湾呢 这种所谓的 能够远离窥闹 也就是不要太多的熟悟的事情 太多怎么样的一个熟悟 所以基本上我们住深山的法师呢 你说他是否真的能够静下心来用 做木工还真的不容易 所谓的远离窥闹 就是你不是说我能住是住山上 可是我每天都到市区里面去 去经历一些事业 这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了 所以远离一个闹区是 没有参与于俗世的 一些繁琐的事情 比如说以前你是当木工的 你出家就不要再去做木工了 你就是用工办到 你就是诵经念佛打坐参禅诵经 就这样 而不是说我以前当木工了 我早上要休息 晚上再到寺院里面用工 早上去做木工 那这就不对了 所以他这里提到 这个卢登比丘 想要获得极尽无安而 远离闹区 就是不要远离一些熟悟的事情 好 所以独处 这个独处 有人会把这个独处 本来根本是怎么样 自己住 所以有一些初学者 你看到这个 他就拿这一段 博尔教师 师尊叫我们独处 独处闲区 可是他都忘了前半段 师尊有讲过 怎么样持戒啊 戒律不明啊 戒八未干啊 律学不明 不得离止啊 前半段师尊都有谈到 可是他就要选择现在 只拿这一段段来问我们 可是他前半段 那个师尊说 也不得放卖啊 什么什么 持戒这一段 他都忘了 他不提这一段 他就选择他想要 因为他不想住寺院 不想被管 不想这么多规矩 所以他说 师尊叫我们独处邪居啊 所以我自己住 我依教奉行啊 错了喔 我们必须了解 师尊谈到这里 是有赤地的铺层 是从佛教一开始 师尊怎么样提出戒律 从这个 怎样远离一些琐碎的事情 怎样持戒庄严 怎样的修忍辱 怎样的修苦恨 怎样的灵欲 怎样的达到寂静 是在谈这个 他是有赤地进来的 我们在佛教经的一个思维 这个师尊在这里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听 他是有这种赤地性进来的 而不是一开始你就可以独处了 有些人一出家 就想要独处了 真的碰过好多这类似 一出家就独处 所以在 在我们谈这个南投 南投地区 好多人自己独处了 所以现在他们有成立一个 叫做什么... 什么... 什么会 他们有时候会聚会 我觉得这个独处 必须先了解 师尊谈这个独处 是你有自己戒律名 律学通 你可以离遗址了 你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的 因为你有达到前面所谈到的 少欲为因 你已经很清楚明白了 而且更加清楚 少欲为因的 他的前置功夫 就是修忍辱功 你如果有修忍辱的功夫 你要独处 才没有障碍 如果修忍辱功夫 一直没有成就 你要独处 是独处不来的 绝对是独处 跟你讲 心会惶恐会不安 会有种种的幻想 会有种种的妄想 执着 会莫名的起来 那个心魔 一个人住在那里 那个心魔会自然涌现 所以我们现在 再以一个独处来谈 以在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系统来说的话 我们所谓的独处 用我们所谓的闭关 禁足 用这种方式来取代于独处 现在在屏东 我今天看到这个佛卫电视台的时候 才发现他 原来我们的 我住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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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假如我没有记错 叫屏东县新皮乡进化路 十二号之两百八十几 自己 一个荣语法师 他在那边成立一个无量寿金色法 还是无量寿司 因为那个... 那个画面很快 他提供官方 要扶持法师 只要你愿意在那边用功的 他会扶持你闭关的 原来我们那个地方 还得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 改天来去给他参讨一下 提供给出家法师要去闭关 是不是我们这里 以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系统 是... 是属于比较... 属于类似这一系统 你要有人去护官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呢 很多的境界 没有善知识的指导领导 是很容易偏差的 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起磨合的 尤其... 你在闭关的时候 功课是什么安排的 不是我想要读什么书都可以的 他觉得不是盲修侠念的 又不是掺杂的 我自己带了... 一大盆的书就带进去 自己想怎么读就... 那不是自己 我想要怎么读 我想要怎么安排都可以 不是的 他必须要有指导者 去告诉你怎么安排 好你现在这段时间进去 你就读什么经历 而不是一次就很多书 也许他就给你一本 莎美水菜 也许他就只给你一本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波桌三昧经 你就... 一而再而再而再的 重复读这个 甚至有些就叫你拜大悲惨 就这样的 闭关就逼这个 就在调谷我们 你当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 你内心在想什么 又进主不能外出 就在一个官房里面 在一个人在极为安静的时候 那整个的八四天中的种子 是全部献减的 所以为什么说危险 是危险在这里 不是说我一个人住 哇一个人住太好 你一个人住 不是是放纵你的欲望 所以刚刚有提到 在要独处的前提 你是已经有达到一个 少欲为因捏盘为果 你已经清楚明白这种态度 而且非常清楚 少欲的力量 你绝对是够的 因为你不会被任何欲望 去影响到你要 独处的决定 不然一往一来 你也许门就开了 自己就出关了 一往一来就出关了 有些人像说 我们现在手机很汪汽 闭关是闭关 手机都带进去 网路也可以看 那跟闭关 那跟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差别 就是完全就 所有东西都没有 这独处是这种贪的事 你能否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你是毫无所求 断绝一切任何扎览事业 市民为了新的平静 假如一位初学的一个修行状况 在这方面呢 假如功夫还不純爽 那决定会起颠倒 甚至福报比较不聚嘴 也有可能召会领摩 也有人闭关到最后 这个发狂的 起狂妄的 都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把这个整个的 心态调整好 所以读主一定要先了解到 那个整个心静下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欲望 这欲望不是只有今生的欲望 累积的欲望 都会很快的就浮涌先前 尤其在越是寂静 考验越是大 越是寂静的时候 那危险更加的多 你别以为说我一个人 没有什么危险 危险才不够 在众人的因缘调和之下 也许很多的障碍 都可以很容易地排解 因为有很多众人的因缘 帮忙指导 分摊 慢慢地从中成长 等到有相当程度 那就可以 所以在台湾佛教的一个修行中 在早期真的蛮多人 都会有去闭关 因为我目前知道 这个大县市的这个传政长老 他就曾经闭关过几次 真的是闭关过几次 绝大部分都是禁主 禁主就自己在自己的誓院 负责他的事务 讲课 只是没有外出 没有离开山门口 就是这样 那闭关比较成功的 应该是我们的圣年长马 他在美隆 这个曹延寺 大概在美隆 那早期 还没有出名以前 那边闭关 也真的有蛮大的一个成就 但是我们要了解 那当初有位非常好的老师指导他 有东出老人 那当时呢 又有很多教杰的长老去给他送关 然后给他封关 出关的时候 应该很殊胜 那更早期是白圣长老 那后半段的大概现在的法师 都忙于法务 不论是盖道场 不论是红法令神 或者是社会事业很多 所以闭关的这种现象 就比较少了一些 比较少了一些 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 关怀跟检讨 所以这个金门佛教会的那个前理事长 信来法师他 也因为担任理事长 还有一些法务的工作忙忙 那在前不久大家在会面的时候 就跟他提 大家就互相的在讨论 那他自己也就觉得说 整个的法务已经忙了一段落了 他也卸任了 所以他也发愿到台东去进主 他现在已经大概进主了有了几个月 他不敢讲闭关 因为毕竟要闭关之前 还先要有前置的动作 这个动作没有完成之前 没有一个人敢这个 这种大胆的敢说去闭关的 没那么容易 所以他先去进主 就在一个寺院里面 一个小金社里面 他就自己在那边督促 自己煮自己吃 就这样自己用功 他可以这样做 他为什么是可以他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也确实有深入培养福报一段很长时间 比如说他在金门举办过水路大法会 有三年时间为当初的炮弹罹难者 做一些法会超度 他就这样班过 还举办过两岸的论坛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法生会的一些 他跟很多法教界的法师 其实培养过很多的福 还担任这个理事长 因为以前金门是没有火教会 只有他们去 他是第一届的理事长 他去带动整个金门的 这个学佛的这种风气 所以很自然的 他去进主就有人去护持 就有人去提供这样的场所给他 所以这些因缘绝对不是 你想你觉得怎么做才是好 他必须有一些很长一段时间的福德之良的培养 而才得以成就的 所以因为这种条件原因 具足 所以他就在那里 就比较没有障碍 真的是比较顺 比较顺 所以 有些初学者也有看到这一段说 独处就好 一定都有相当的一些功夫 不然这个 还是不要离职比较好 不要妥当 好 所以这个提到的是坦初家 好 松生呢 我们接着看 他说 敬出之人 第四诸天所共尽众 这里呢 第四诸天所共尽众 在佛教史上最具典型的修行的一个 就是我们天台中的智德大使 他在天台山在用功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闭关嘛 类似闭关修行 这是天人送功 天人送贡养 天人送贡养 来的 广庆老爷上也是 他也是天人送贡养 他也自然那些山上的一些野兽 他也帮助手啊 活子啊 就帮忙采水果给他吃 他不要再担心下一餐要吃什么 他就帮他做到那里吃的 所以他可以住山山 那广庆老爷上当初住山山13年 他一开始出家 也先是在寺院里面 当一些苦才士 去做一些 劳益工作 为大众服务了一段时间 才去深山住 才住得下来的 不是一出家就跑到霍山去用功了 没那么简单 那地儿要有一些功夫 他才去居住 后来呢 也是回到藏住去服务 然后才又辗转的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一样去闭关 在这个日月洞 在这个 应该是属于三脚吧 想给新天这个交界处 有去过那边 日月洞 然后又又才过来这个土城的这个 这个陈天寺 当时叫做灰山 后来改成静远山 所以 静楚之人啊 就是天人受痛 那就是因为你前置动作 一定要很圆满 不然天人一看到你欲望都比我多 我来送东西给你 那天人不在吃饱饭了 他们看啊 这个修行者 他的整个的意识里面是无欲的 是离欲的 没有杂欄的 无所求的 就只为一个修行 为度众生 他绝对护持 毕师最绝对护持 就我们中国四大名山来谈 哪一山不是在深山里面 那些修行人 你不要摇歇 那些人 都在那边拯救 天人受痛 再怎么深山 只要你肯用功 就会有了修护子 可是他不是一冲架就进去用功的 他有他前置的一个修行的功夫的 很扎实 很扎实很扎实的功夫 所以他说静楚之人 你绝对可以得到第四诸天所供尽重 就是天人受供 所以只要你肯用功 只要肯修行 不用丑道良的问题 不用丑道良的问题 出家不是要做好业的人 他就是为了一个怎么样 一个 离欲的一个生活 所以是进出 进出之人 这里可以再 各位再做一个比较 谈到这个进出 这个急进出 急者呢 是内心里面 不再贪婪的那个欲望 急 所以急进出 在我们的华语 汉语 武汉语叫做急进 在泛文的叫做捏白 所以所谓急进出 就是你已经有达到这种离欲 你获得了 内心 无有贪婪 所以没有 不再贪真实 天人绝对功 天人功 那个福报 那个福报啊 得恨啊 相聚而来 所以为什么只有光打坐 你打坐呢 有入玉界定 还有入色禅定 色界定 还有入虎色界定 你在入色禅定的境界 就等同于在色界天的福报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但是一触定 那个渣男性又来了 但是急促 急进出之人 是不论他在入定 不入定 他的心中 都是 体育的 天人护持 天人护持 所以他的福报 想要做什么 想要成就什么 都蛮容易成就的 都很容易成就的 好 所以 静出之人 这个 帝识诸天啊 所功尽重 像 马祖建道场的 道场的时候 盖起来就盖起来 要成天事 广心牢牢上 当初要去盖道场 也很辛苦啊 可是什么 一知了就有人去不论 这都相当的修行的福报 好 相当修行的福报 好 所以他说 事故当舍己众他众 控险独处 所以当舍己众他众 就是 破我向 人向众圣向 所以故当舍己众他众 控险独处 就是 不再跟人家有任何的那种计较啊 仇恨啊 所以 在修行上就比较容易啊 进入状况 所以呢 控险独处 是内心的平静 所以呢 失灭苦本 所以他所谓的失灭苦本 那是思维 灭 就是极灭 灭苦 就是苦 就是果报 所以呢 他非常清楚 他真的如理思维 所拟置在这个 灭苦 就是 造业的因 他不会再犯了 所以菩萨为因啊 众生为苦 一丝丝会 造业的因 他都不会再去做 所以他心是平静 他任人的那种起心 动力 任人的那种 那种雜览心 都美啊 不要 都不会去有 所以 他说 失灭苦本 若 若 若 重者 折瘦重 若 若 若就是若 若 若 若就是耗耀 耗耀 若 若 若重者 重什么 就是 所谓的 那种区 所谓的重 重 早期翻译为杂 杂就是什么 众多的意思 假如你耗耀于众多的 就是所求 无论是 生活上的追求 或者是思想上的追求 观念上 思想上的那种追求 众多的所求 就是 你重 就是杂 杂 就是众多 所求 假如耗耀于众多的所求 你就会耗耀于众多的所求 因为求不到 要怎样 要感受到 求不得吗 这个境界就来了 当一个人自己在独处的时候 他种众多的所求 他才会跑出来了 因为一个人要点点什么 做好想事情 就是 我来去大楼堡便宗 也好 开始想 可以 天马行动可以想很多 那 就会开始怎么样 造成心理的不安 还有 意念的 纷乱 你在打坐也好 诵经也好 都没办法尽下心感 在没办法尽下心感的时候 这个法就 无法入门 那旧人会怎样 所谓的 所谓的 我们谈的叫做 招费任务 那 以佛法比较恰当的用词 就怎样 就会起诸邪见 那么 一切的邪见一来 就会起狂妄 或者是狂吃 狂妄 愚痴 的这个象状就会跑出来 所以 恍神 好 所以他这里提到 假如一号妖于众多所求者 你就要因为受 这样的一个众多所求的苦恼 又烦恼苦恼就来了 所以 譬如大树 他说譬如大树 重了疾之 只有苦恼之坏 一开始是没什么样的 就是苦恼 这个数字已经苦恼了 是一隻虎 兩隻虎 虎虎虎 他可能會折斷 危險會來 所以這個虎虎之外 世間的敷著 世間的約束 世間的種種的 人家說剑頂 你可以世間很多的剑頂 是牽扯部分 所以世間的這種牽扯 墨於重苦 為什麼這麼小的東西到底不會完 就是怎樣 所求太多啊 到底不會完啊 講好人就做人情世事 講好聽就要這個 要盤子教一個英雄 聽起來好聽 人在這個世界總是要 要講教背 要教一個英雄 這就是世界 那既然是一個好要於極盡處的修行者 那這個以世間的角度來談的話 那真的是很無情 行得不忍得很無情 他什麼都不想管 什麼都不想管 我本來在講這講 我三天不然在家裡找他 他也不會去理到我 所以他是一個在一個 跟世間的那種 那種特定 他自然就不會再牽掛 不會再牽掛世間的欲望 所以他提到 如果世界夫主 墨於眾 譬如老象逆你啊 不能自出啊 是你原地 好像是大象 踏在這個爛泥巴裡面啊 踏在這個爛泥巴裡面啊 一直踏一直踏 感覺你 輕鬆軟軟軟 大象你一定要 踏在堅硬的土地上 他才可以向前邁進 假如你踏的時候 哇很輕鬆很柔軟 哇等到你哪一天發現到了 想要離開喔 都還很沒自由耶 就像大象 踏在爛泥巴 踏在這個 堅硬的土地上 對大象來講 他蠻辛苦的啊 爛啊 爛下去爛啊 不容易啊 可是他因為踏在堅硬的土地上 他才可以怎樣 向前邁進 假如你一稍微 踏到了這個 是比較所謂的爛泥巴 比較輕輕鬆柔軟 那你就怎樣 耗料於這種輕鬆柔軟 我追求的不多 一天就那麼一點點 一天那麼一點點 那一年下來就那麼一大點了耶 那麼一大點 想要處理的時候 一定都來不及了 那在這一段經文裡面啊 已告訴了我們在 修行在獨處上 這個 態度 是從禮遇先建立起來 那有居士們也曾經問過這個問題啊 說 師父啊 那我們修行 在家 也想要禮遇 那怎麼辦 又要照顧到 家庭的 工作 家業 那又要上班 工作 要做事業 那在修行上的道業 這三業要兼顧啊 有時候他們就覺得很矛盾 到底怎麼辦啊 你說工作上班 當然就是有所欲望 有所求 有什麼 沒有探錢 你要怎麼吃飯 要怎麼給錢得定 也需要啊 那家庭的一些工作 業也必須要怎麼樣 要給他照顧好啊 就從 佛教的一個觀點上來談 你一開始的身份 是在家跟出家是全然不同的 所以 就以在家居士來談 假如說 想要於禮遇的生活 我們必須要先清楚了解到 我雖然現在還沒有辦法 完全過著禮遇的生活 但是我好要於禮遇的生活 我雖然現在沒辦法 但是我好要 但是好要的心情上 我可以去護持 假如說我們看到有人好要於激進生活 好要於這種所謂的禮遇的修行 我們可以去護持 護念他 這就是 當你在護念他的時候 你相對已經開始在為自己 怎麼樣 將來的禮遇的修行 走出一條 將來自己可以走那條路 這就是一種好要 所以居士一般在學佛的一個過程上 所謂的禮遇 你說在家中要他完全禮遇 這基本上他就可以先出家下 就可以先出家下 那有些居士他雖然是在家的修行 可是他內心是禮遇的 內心是禮遇的 有些是真的是現在家下 便於行事 怎麼樣 去護持 於道上用功者 有這一類型的修行者 各位假如去讀讀法華經 就可以去了解到 這法華經裡面都會提到 世尊之所以可以成就道 也都是因為他曾經發願 先去護持人家 而後來怎麼樣 自己成道 在法華經裡面是這麼提到的 我們釋迦摩尼佛 我們看到是他成佛 可是他就說 他今天之所以成佛 是他過去先護持人家成佛 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大聰至聖文 他不是有幾個兒子吧 大聰至聖文先去出家 世尊就是他最後的那個 法華經 兒子、父子、爸爸休息 他都當殺命 當殺命的時候 那就先信佛薩泡了 在讀法華經就可以了解 他這種意念是很清楚的 所以法華經可以說是 永遠的菩薩泡 簡單講 他是永遠在行菩薩泡的 所以當初這個大聰至聖路人 他本來也是個國王 後來他出家 他有八個兒子 有八個兒子 看到爸爸也出家 他就去護持他 跟著出家當殺命 就開始行菩薩泡 所以後來怎麼樣 這八個兒子 各自到各自的國土裡面去 怎麼辦 去行菩薩泡 就修大聖法行菩薩泡 所以各自成佛 所以有東方流離佛 有西方極樂世界 有索佛世界 各自成就各自的國土 而這個各自所成就各自的國土 是一眾生的根基而去釋現而成就 所以四尊之所以在索佛世界成佛 是過去他護持過去佛成佛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我們在一家說 那我在一家我也想要禮遇怎麼辦 我現在沒辦法禮遇 我休息會護持他休息他 所以為什麼說居士必須 與父與生團的用功 比較容易修行 也就是為將來種下一個 得以修行的基礎 在法華經裡面是非常清楚的 再舉個例子 世尊人過去想要去菩薩大 他說誰能教我 大聖法 誰能教我大聖法 他就向那個人 拜那個人為師了 後來是誰教他大聖法 提伯達多 是吧 提伯達多就叫他大聖法 所以就因為他曾經 有受提伯達多的教育 提伯達多曾經為他的老師 那經典裡面稱他為調達 不是叫提伯達多 叫調達 調達就是提伯達多 所以就此因緣 佛將來成佛 也從不曾記恨過說 你害過我沒有 他反而怎麼樣 他更加清楚 在久遠見以前 你是我大聖法的老師 我今天之所以成佛 是過去修大聖法 所以此恩此德 我將為他授起 從佛儀教堅裡面 也可以讓我們培養這種觀念 所以 為什麼我也常鼓勵我們 在這居室也多讀送這種佛儀教堅 有他的原因 而且看起來好像都是 也士頓跟比丘講 那我們就了解比丘法 那在我了解比丘法的過程當中 我去護持比丘 得以在這方面得以永遠 所以你說家業 事業到業 你就很清楚 當你有那種心態建立正確 你就很清楚怎麼去做 定個護持道場 就定道場合和安樂 就咋完了 能護持不止 所以當你在護持的時候 你已經在為自己內心裡面一樣 在建構一座修行的道場 整個建構一座 怎麼來修行道場 鯉魚的道場 渣瀾的道場 好 那我們來看看歐一大師 他在這一點裡面 他要做什麼的解釋 歐一大師這個文寫的 蠻簡要的 但是意理很深 意理蠻深的 各位來讀一下 他說這一段論 有三門設議 就是有三個意義 有三層的意義 第二怎麼樣 自信遠離門 就是體出過 視線四種對峙 第一次 第一次 極盡無為安樂 是對字 我向執著戰 那麼極盡是什麼 極法 無我空 就是法空跟我空 就是破法子跟我子 那無為極盡是什麼 無向空 安樂即什麼 無取舍願 就是什麼 無作願 無取舍就是無作願 所以無作願 所以當 你以愧鬧 是對字 我所障 這個所謂的 當你愧鬧 我所障 因為我們會被很多 我所依賴的事情怎麼樣 有障礙住 是遠離愧鬧 你當一個人要獨處 深山 修行用功 你還會帶著很多東西嗎 連孤動都帶在走 你會了 是遠離我所障 對我所依賴的 我所依賴的很多 有家眷 乃至怎麼樣 我們自己所珍藏的一些 什麼 古玩意 甚至說 我要住深山 我大葬金背著 沒有 是遠離一切 我所依賴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你的意念 你的知見是非常清楚的 你需要再借任何的因緣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禁禪堂 禁禪堂大作 他一定有一段很長的一個考驗 禁禪堂他不讓你看任何書 就是 早起 以前 在圓光佛學院我們一個參堂 現在參堂比較沒有學生 先讀 這個所謂教禮部 就是佛學教禮部先讀完之後 大概對教禮有一些基礎了 那有一些基礎之後呢 就想要 禁禪堂 一天到晚 就是 死一支香 最少有十支香 包括晚課香 晚課香時間比較短 大概二十分鐘 所以前後 加起來是十一支香 實質上是做十支香 那最後一支香呢 也是 所謂晚課香 那是一種 是一種持續的力量的因緣 任何的課本 外語全部都要原理 也沒有寒暑假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進去 每天就是打著 那個教禮基礎已經都 要通 那所依賴的是什麼 是每天和尚的開始 就是禪師 主妻和尚 或者方丈和尚的一個 活法的開始 他也不看任何經典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很容易一些 觀念會影響到他的修行 所以在這之前 他本身就要先怎麼樣 教禮基礎都要說 所以為什麼說 遠離窥鬧就是破我所依 你不會動不動 就拿了一個什麼 哪一本書怎麼說 你會很清楚是嗎 是由內心所體證出來的 那個法 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取代你的修行經理 那個法才正式法 遠離煩惱的方法 是這樣成就的 好 所以他這裡提到 我們要看 所以 遠離 這個 愧鬧呢 就是對峙我所障 那五陰亂疾啊 五有此理 所以沒有什麼愧鬧 什麼叫五陰 就是五陰亂疾 所以一個在平靜的時候 那個五陰真的會起極大的作用 一個人 一個人自己待在療法 待久了 真的會去笑 不容易啊 一天也許可以 兩天三天長久下來 都是在這一個官房 就是在這一個山頭 那不去就鎖車子 怎麼撞不住 不去就鎖車包的公司 所以有一些同學 剛入學沒多久 他就是睡不著 你有什麼睡不著 他也說不出一個所謂的來 但是他新年輕 只要讓他到 放個假 到這個市區這樣到 很好睡耶 因為他就是 那個五陰即起 他就是要去這個 那個這個 蒸很白 這樣黏黏的黏黏的 就好睡耶 其實我們在道場裡 就是要把你過去所沾染的 那些蒸很白 那五陰即起的東西放下 可是你真的放下的時候 他反而想要往外去攀 其實他出去也沒有做什麼 他就是這樣看 就是放縱了一下的時候 回來就累了 你看喔 那個意念馬上疲累 一躺下去就昏沉就睡了 各個各就體驗這個 因為我當學生體驗過 真的是這樣 但是這個適應期過了 OK 沒問題 真的沒問題 一開始 哇 都沒問題 其實也沒什麼事 可是 你不相信 那個阿伯的少年就知道 住在四月裡 那個心 那個心 很莫名其妙 他就想到外面 他沒有想要做什麼 就是 你都會怕怕的就好 所以初學者 你一個人激進就是這樣 你一個人激進就是這樣 很容易出問題 很容易出問題 他必須要在大環境當中 除非他有相當的一個 過去有修 以我們的一個說法 他是再來人的修行 不然是 你跟那些人一起笑 因為 一個人要獨處的時候 他很希望 絕智 絕折的力量 必須要很強 所以為什麼到 禪堂裡面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帶不進去的時候 你帶課本 你做完是帶的是經典 也是偽禁品 他唯一能夠帶的就是真誠心 什麼樣的心 所以禪堂叫做選佛場 是要來成佛做主的心 除此之外 其他都帶不進去 其他都帶不進去 所以你看 這個五印即起 真的會讓我們起狂妄 真的會讓我們起狂妄 一煩一燦 莫名的 那個 那個無名火 腦怨 想起了 總能聽到外面有什麼聲音 哇 心就往外 只要一有熱熱的風吹草動的身心 就跑出去了 其實修行最苦的是這個 你說他吃得不好也沒關係 睡得不好睡得不好也不差 可是你沒有讓他的思想往外跑一跑 那就是苦 修行最苦的 不是說吃肉 多少肉 就是沒有辦法讓心靜下來 是修行最苦的 那這一罐過了 哇 又吃肉了 真的 沒有 不像是吃飯 把他拿走 我們進去 每天所依賴的東西 你先把它暫時 一個禮拜 那你看一個人一天就更會動了 不去動他 看一看 神經病 沒辦法看到也是打火 所以在沒有人約束之下 在沒有任何人解讀之下 誰可以讓你這麼平靜 就是自己的智慧 當你那樣一個智慧抉擇力量養成 第四天護不護持 絕對護持你 他絕對百分百的護持 這真的 還真的要正功夫 所以 這個佛荒山的心靈大師 他這方面的工作 我看過他一些傳記 還有一些長老們 對他的一個記憶 他年輕時候 他這方面還真的是OK 可以的 一個年輕人可以住深山 去顧山 其實不會怕 他就是住山 就看看經典 他就 為 會 寺院看管一些山林 山破地 就這樣 就住山 會待個兩三年 不容易 年輕 他那時候很年輕 才二十歲左右 就說 我們哪裡會抓 都沒有下山過 其實那裡是一種 因緣所成就 一個一下山 人家就當飛鐵抓走了 有時候在那種危險之下 所以他反而是成就了他的一個 什麼樣 修行的移植 這熱就有些人 還要再腳 怎麼也要喝 所以他當然不會下山 就是 凹得過那一層 那是波一劍之下 那是波一劍之下 所以這個 這個獨處 我常跟一些 我們從那到那講 很多人都嫌到自己獨處 住山 自己好好用功 我不要受騙 沒有一些實力功夫 我還是都鼓勵他們 先在大眾中修福吧 讓你因緣成就 讓他隨順因緣 就像剛剛舉例的 這個金門的這位法師 隨順著因緣 因緣到了如此 所以他發了這個願的時候 自然成就 或不是刻意去創造 這是有他的一個重點 所以 我們來看 所以他說 這五韻集齊 五韻集齊 就五韻亂齊 受想行事 他是無有赤地的 跳來跳去 哪一個要先放這 你不知道的 受想行 無有赤地 變成潰浪 哇 心煩意亂 莫名其妙的還 不還 對不對 所以獨處賢居 是對之人 這個比二無相這樣 所以 他這邊 為我及我所本至無相 我跟我所本至無相 好 什麼叫本至無相 這就是獨處難就難在這裡 我們在觀念上知道 我五韻是空 我所也是空 我也空 我所也空 可是 當一個人在 記下來的時候 這個五韻 這個五韻他莫名的就有力量 你說他空嗎 色受想行 天氣的能樂 心靈的感受 跑出來了 跑出來的時候 當這個我 我所執著的 這個我 起了作用 這個我就會去怎麼樣 就會去告訴我所 我現在想要什麼 我現在想要吃冰淇淋 想要吃披薩 這個我所 這個心所 就會怎麼樣 就往外開始攀懶 一攀懶亂起 一亂起 哇 潰浪就來了 就是一種所謂的心魔 心魔障礙就來了 心魔障礙一來 什麼 智慧就被當作 智慧就被當作 所以 在觀念上面知道 我五韻皆空 四到五我五韻皆空 可是當靜下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這個我的力量真的很強烈 怎麼樣去破他 怎麼樣去對峙他 怎麼樣去破他 怎麼樣去對峙他 還是 還是 回到剛剛提到的 只有體育 那 這個我 都不執著於世間的 任何一切事物的時候 我不在乎了 收 天氣冷熱 心裡的感受 那所謂不起尊 不隨波足流 不隨著那個意念 不隨著意念 我們的意念就是很多慾望 很多慾望 思想的慾望 財色明石碎的慾望 會相繼而來 不管起什麼慾望 一起你就把它熄滅掉 一起就熄滅掉 我 我 我都破了 我所自然就同 這個時候 你在急進出的時候 這個悟運是起不了作用的 設想形式 它 所謂起不了作用 它是起不了 對世間貪婪的作用 那個你要急進的時候 急進看 你一路定就是幾年 一路定就是幾天 不是幾年 你先這個 往慾望上 來慾望上 你看 想要煮一個黑十五分 結果一路定兩禮拜 它的道理 它的這個 這個 抵禦 可以降伏這些種種的 渣染慾望 好 再來看看 所以它說 能夠履於我及我所 本之無相 但今修行 修這個三三妹就空 無相無怨 今修三三妹 顯著無相裡 彼藏隨滅 所以第四諸天所供盡中 所供盡中 是對這什麼 無為所供的 所以 近處是可重法 於諸善法 最為所顧 到最後還是要講 會歸到極境 就是涅槃 會歸到涅槃處 好 那這一段 是最難在跟比丘明提到這一點 看起來這個文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是必須在用功修行上 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成就 朝這個方向去成就 有沒有真功夫呢 就看你獨處的時候 是否依然 是見大眾在一起的時候 同樣的態度 人人沒看到的時候 閉鬼閉怪就來好了 你能否在大家都沒有看到的時候 你依然這麼中規中矩 是沒有中刀意義 所以中論 下學習要跟各位談個中論 第一個在談觀音源品 第二個在談觀趣來品 在談這個觀音源品 在談趣來品 就一個在談 因緣所生的存在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 以切法的存在 都是因緣所生 你假如了解 你就不會怎麼樣執著 那麼在談趣來品的時候 在談一個行動者 就是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應該做了什麼事情 我想要得到什麼 假如有一個我過去做什麼 我現在想要得到什麼 我將來應該可以做什麼 或者成就什麼 若有過去現在 未來時間空間向的 一有所成立 就有我的執著 一有我的執著 一切法不得成就 就是趣來品 從過去走到現在 從現在走到未來 如果成立了 有過去就成立了我 成立了我就成立了一個 我值得 我向的石油體 假如成立一個我向的石油體 你就是一個普通解羅的 被假我給蒙獲住的人 一蒙獲住 那就是時間 為什麼 你假我看為實體 那在修道上很難得來 過去有沒有真實的過去 現在有沒有真實的現在 未來沒有 可是我們在明明在身樓上 就有一個過去 昨天是不是過去 語言上有過去啊 可是實質上有沒有一個過去 那實質上有沒有一個現在 我這個現在 我一點現在都實現過了 我說的現在已經成為過去了 可是我說的未來 還沒到 就從觀去來比實在 從這個從事項上去看 真的從過去到現在未來 沒有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東西 那我跟誰起煩惱 那你就從 從時間項 從空間上去破我值 那你就真的能夠 趨路總道理 所以中日有點 有點比較 有時候他是在 他是在 告訴我們 假如你去建立了一個 任了一個實有像 你就會因為建立一個有 因為有而怎麼樣 而產生了眾多的執著 因為你假如成立世間 任了一件事物 不管任了一件事物 你假如任了其中一個是有 那譬如說這一支筆 這一支筆假如是實有 這個持法為實有 那一切法都應該實有 為什麼獨漏這個筆為實有 其中法是不實有 假如我說 我什麼都可以空掉 但是我就不能被傷害到 那你也空不了 所以這關聯語品 因為他在談的就是在談這一項 我想這個 在中論裡面 那同樣的 在 佛語教經裡面談到這個 中論他絕對不是自己憑空捏造出來 是榮術菩薩為了讓當時 很多弟子們在讀誦經典的時候 沒有辦法理解 而榮術菩薩用寄誦的方式 把它做一個解釋 跟外道的一個辯論 那在佛語教經裡面談到 假如我們對我的直取向 還很強烈的時候 你進不下來 進不下來 所以 最好的一個修行方式 最基本的修行方式 也是我們最終的修行方式 你一開始學佛的態度 跟最終的態度是一樣的 那你今生的修行 你這一生的修行 應該是建立一個很好的記住 你一開始的學佛態度 跟你最終的學佛態度 能夠保持住 有不及 聽懂吧 最終的態度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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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就谈到这个 这个态度是真诚的态度 从最初时的态度跟最终的态度 能够移植 入佛门的那个真心 佛叫好好 跟你最后 刹那间要离开的那个好好 是一样的 就好比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举个例子 也很真实的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 当我在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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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 起来我是到极乐世界人 当你在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是我希望我得生极乐世界 可是我真的睡着了 睡着了把这边闭开 真的就在阿弥陀佛的坐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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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睡着了 我就是在极乐世界的便电话给帮助 眼睛睁开 前面这个不是我所熟悉的电脑 原来是一尊欧命头佛 你会不会觉得我狡猾的地方 是在这个态度去把他不要给他 我哪怕我这些 我这不是我当 你看那个我对我所的执着强烈 比如我们有多会有外出驴合 像我们在大房子困在那 有时候都还会恍惚一下 我真厉害 所以有时候那个那个 你看我们那个心的渣染啊 那个我所依赖的那个心 人家 所以要独处啊 极尽啊 对啊 念佛的当下 睡觉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在极乐世界 你也不恐怕 你也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无常对你而言 无常 不管无常如何如何 你当下早已体验到 为什么 因为不是无常来 生命的结束才叫无常 因为时间相本身就是无常相 什么叫无常相 就是空相 不要被 无常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 才叫做无常 往往我们都会常被 不好的事情发生才叫无常 难道好的事情发生 就不叫无常吗 依然是无常 无常只是在说明那个现象叫无常 但是无常的最终的代表就是空性 空相 无常只在说明一个空相的一个原则性 事情就要发生了 把那个发生的现象给他假名安利为无常 但时有没有一个无常叫做无常 找寻世界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无常 没有 只是把那个现象 啊 那就无常了 那刚才那样的句话就说衰缘了 不然就说秦菜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语言概念上 能否挑选 好 所以回到刚刚看看 最初的学我态度 跟最后的学我态度 跟最后的学我态度 让你真诚性不变 或许过程会有拖展 但是你必须要保持到最后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最后一面在什么时候 换言之 你就是随时要保持最初跟最后的态度 那就是正面分泌 所以你不会因为 睡前起来看我电脑被害怕 不会 你看到是阿弥陀佛 你会欢喜自在又合掌 终于成功了 正面分泌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常常之前 讲课也跟各位讲过 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录音 自己录音 自己录音 自己会自己开始 看你听到他习惯了 那你开试完了 你就放下去听 某某人啊 你世代已经分离了 舍爆了 你自己听到他会怕我 你自己听到他会怕 你就多听几次就会怕 这真的是有训练方式 只要现在都听得不习惯 真的哪一天的和尚来给你开试了 奉好 他说你这个时候够太晚了 因为他不习惯了 真的不习惯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习惯性 就是我所依赖主 你很难独处 当你自己听到说 你自己已经世代分离了 乌印都归空了 大线到来了 你讲话听话 你讲话自己 你自己听 你睡觉的时候 是看到阿弥陀佛的 要恭喜你 真的 要有那种 保持好那种态度 你问阿弥陀佛的地方 要真的把你杀到这里 那这太可惜了 真的 所以为什么要培养独处 因为其实独处就是 心中很清楚 与切法的空性 所以不论于何处 你都不惶恐 不颠倒 所以就是修行功夫 就真的到家了 修行功夫就真的 不会有障碍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所以平常自己又可以训练 这个独处 自己一个人在疗访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在大殿 在周遭都没有人看的时候 你在念佛是不是真的那么真诚 打坐一人这么认真 还是有同餐到有在的时候 我打坐才会认真的一点 没有人看的时候 打坐是有得好 没有得好 那个态度 一个人在最寂静的时候 是最容易检验自己的时候 阿弥陀佛也同样 阿弥陀佛班顶人没了解 你看他在家去找三千 找五千 最好都放得好 这就是态度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佛 态度 占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个人家没有要求 你依然可以做得这么好 不成功也难 不成功也难 我想世间要成就一些 你看一些企业家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也有他成功的条件 学佛子也有 你在极境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学佛念佛 依然这么成功 依然这么成功 只有自己最知道 大众面前 看不出大家都敢问北林经 曾经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笑话 真实的事情 就一个公司 我应该在这里曾经讲过 我的印象应该有讲过 这个公司老板要把他的位置来交给他 有两位很得意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接班人 两位的能力也很强 工作效率 待人处事也都很好 这个老板真的不知道要把位置交给他 不知道交棒交给谁最理想 两个能力也有 各方面都是 在搏动之间 这个老板 后来想了一个方法 就躲在厕所里面 听看看这两个 到底是怎么上厕所的 很难做 一个上厕所就这样 一脊梗就抓下去 弄弄不到 一个就没有 老板心里就有事了 要找哪一个人 在这个维系处都可以 小心谨慎的人 做事就不会失败 把这个梗放在那里 就隔着一个人的事 丢到生死 忙生糗 那个梗放在那里 一个位置 转到轟轟轟轟 失败 这个是转旁 轟轟轟轟 你看 这虽然是一件事情 可是真的是这么发生 后来为什么 这是老板的理由 你们的能力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在这么维系处 在没有人看到 在这么维系的地方 他依然做得这么谨慎 他其他事情我可以放心了 交给他 交给他 所以就这么一个笑话 你没有一个扁说 你没有出来 改变一个人的名字 你入佛门进去出来 有没有改变了你 思想一下 思考一下 真的就这么如此 所以佛门真的是在 洗涤我们过去的罪业了 真的是在帮我们洗涤 让你的能力 可以找回本来面目 因为我们本来面目 已经沾染一些雾垢 脏兮兮的 进去开始在洗 在洗在刷 洗一洗 找到了本来面目 把过去的砸染洗去洗刷掉 在急进处的时候 你真的看到 本来的我 就是这么的寂静 只因妄想覆盖了 把那个妄想拿掉了 你只是回到你本来的样子而已 你也不是得到什么 也不是失去什么 你只是回到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急进处 所以急进处 你就不会因为无常的害怕 但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心境怎么培养 柏尔自己 每一天 一天当中 你都有很多自己独处的事情 你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有一个习惯性 你想到什么就把它记起来 不管好坏 你想的不管是好是坏 是扎染的 乌酷的 肮脏的 都没关系 你都把它记录起来 一个习惯性 把它记录起来 那晚上你只要翻看 我今天的念头 竟然是扎染的多 还是清静的多 那你就慢慢地去表 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方法去对峙的时候 你会阵留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意念是纷飞的 你控制不了 那一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在聊话的时候 好 我想到什么 就稍微记录起来 我现在想说 等一下去吃披萨 柴射明食 所以这食又跑出来了 不过这些是怎么样 虽然没有去吃 但是已经想了 要急急病 你一天当中 你大概 一个人在急静的时候 在最平静的时候 你的散乱性 哪一个最容易跑出来 你是忘了 你是 是这个浑层 还是掉距离多 这别人都不看 你自己知道 时间也够就够 画得好 那是在解念自己 那就是反省的原因 我们在学中论 也就是在学这个 中论不是我 我学了很多道理 可以去破人家的知见 不是的 我是学了很多之后 是可以破自己的执着 不是被拿了中论去破 别人 你那个观念错 你那个思想错了 我是学会了中论 而能够破自己 多生多节以来的执着性 不是在破别人的 所以一位能够把中论 学得好的人 他的中道义 可以学得通的人 他在即进处是没问题的 不管是在什么环境 在人人多的地方 在自己独处的地方 他的心是这么的清净 为什么 因为了解世界 本来就是空向 空向有没有分说 在闹区才有空向 我在闹区就没有空向 没有 既然是空向 一切皆空向 走到哪里 一切皆清净 龙树古代交的这个中论 就是这个 我们在这里也是在谈这个 那花了这一些时间 跟各位谈这个 这个 极尽处的一个修行方式 去培养 一天当中 我们都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你想到的是什么 你的属灵你的情郎也可以写 我在属灵什么事情可以写 那你就会很清楚 在你内心里面 最深层的瓜是什么 你把那个最深层的瓜 转成你修行的动机 什么动机 我愿以此修行功德会向给他 让他离谷得了 愿我离谷得了 对 这样子障碍 转成修行的 原动力 我在属灵我的情郎 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好 记录一下 我在思念 我在情人 我思念他的原因是什么 好 你把它写出来 还想 都想的 似乎没什么力量 因为你没有依据 因为眼睛看到文字 就会有一所想法 你把它写出来之后 好 那你就开始 看到 你把这样的一个 思念的力量 转成修行的力量 那我课开始用 每天就再多念佛 或者多看几步间 就回向给我的亲人 就这样 OK 那你就慢慢的在你一天当中 在独处的时间 你会多出了很多 用功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在试炼他 所以我送进 所以我念佛 因为念佛 是回向给他力骨头 也回向给自己力骨头 说了 你绝对可以独处了 听到这个方法吗 那是你比较乖的 比较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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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操作 好 有没有问题 今天就排到这里 好 那没问题 我们来回向 请核展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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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极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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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 再来